那個 我先自我介紹 然後大概三十秒就可以講完 就是我是那個台達店的那個 就是雲端技術中心 就是之前有那個band大大就在這邊 對 然後目前招生中 對 然後我之前製作過那個 UFET這個網站 然後它其實就是那個 就是成分分析 後來就很多人抄我這樣子 對 然後我的 我是就是Jsd嘛 其實不太會寫Jsd 然後我曾經在那個骷髏 Yahoo Yama還有Dlink 就差PC用而已 就可以收集 收集完全部這樣子 對 然後我那個 那個 現在目前在玩D3 然後帳號是在這邊 有玩了 麻煩加一下 然後我的Github帳號是在這邊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雲端嘛 那雲端其實 這個圖是我今天早上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要玩那個Guywa2 然後他那個 他的blog貼出來的 他說他已經準備好 兩千台設備要等我上去玩 那因為他是 他是一個event 就是說他只是被他test了 然後兩天而已 對 然後這個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 他 就是 這個時候他就是需要 馬上set in好 這些機器嘛 那這個時候 我覺得像 如果我以前在 Yahoo的時候 我們就是這樣搞 就是我們 他有一個那個 YMST這個工具 然後他很簡單 譬如說我現在把這個Package 裝到一排海機器 那我這Command 9就這樣子下 然後下完他就開始裝了 然後我去上個廁所他就裝好 對 然後相同如果我要把那個P 因為Yahoo是用那個PHP 對 是不是比較low一點 對 對啊 然後 然後就是 如果我要把他upgrade到 5 現在有出到5嗎 我太久沒弄 我不知道 就是 就是我把他upgrade到5的話 然後這一百台 我要upgrade到5 就是這樣下 然後 一樣也是下完 就是去上廁所5分鐘就好 那我想說 欸 這個東西 因為他好像也滿小氣的 沒有open source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個Python這邊有沒有 一樣 類似的東西 對 然後我就找到 這個fabric 然後他 一樣也是 就是他的 官方的說明是說 他就是用SSH 去 ASUS這台機器 然後像剛剛 剛剛趨勢的那個 大大他就說 他 開了很多VM 可是問題是說 你這些 開service的重點 不是把VM打開 然後做網關掉就好 通常都是把 這個 服務 depoit上去之後 你要做一些 daily的tuning 譬如說你 老闆叫你說 那個 alpha器全部 全部重開 或什麼 那其實就是可以用這個 tool來去做 然後他的code 其實就滿簡單的 就是 是因為就是時間很短 所以就寫簡單一點 對 然後就是你把這個fabric的 API import進去之後 然後我就 這邊就簡單就是到每一台 server去問他的那個 uname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 那因為 如果是只有講這個的話 就 就滿無聊 所以我就寫一個 寫一個那個project 然後這個 這個project就是 因為我在用Github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我常常falk很多Github 可是我都沒有時間coding 然後他的版本一直往前 那 當我想要coding的時候 我就要重新去把它check out 下來這樣很麻煩 所以我就寫 用這個東西寫一個script這樣子 那 因爲 因爲我現在還有點時間 所以我就直接跑 那 他這邊會問你的那個 那個帳號 然後因爲我後面有串那個 Github的AP 所以他就直接去 Github把你的那個 你falk的全部的repercer 你都拉出來這樣子 好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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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預防有這種情形 還好我有準備一張圖 他拉出來的話就是會像這樣子 然後因爲我這個人就蠻閒的 就falk很多那個repercer 然後你基本上你按完那個es之後 他就開始幫你think 然後把你的版本推進到最前面這樣子 好 我講完了 好 謝謝 謝謝 Sept dressing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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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